从来没想过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赛车发能这么燃 将科技和超智能AI融入赛车 开车简直变成开高达一样 车子和卫星直连无人机定位什么的都是小菜 飞檐走壁飞天遁地也不足倒灾 关键是还有智能辅助自动驾驶 完全就是未来车子的发展路径 个人心中汽车的理想性 这就是被许多人视为心中赛车神座的高智能方程式 或者叫做闪电霹雳车 这里也是发问 封建损人 明日香以及阿斯达拉 不知大家是否听过亦或者还记得呢 故事发生在2015年 配以电脑为导航系统的赛车比赛 取代了F1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赛车赛事 因此一群的F1赛场上璀散夺目的赛车手 纷纷开始转战高智能方程式的赛场 向着世界赛车手的顶端卖进 我们的主人公封建损人自然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富士冈赛车场上 美女记者正在镜头前兴奋地告诉观众 这里聚集了前来参加高智能方程式 富士冈选拔赛的各大车队 每个车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赛前准备 明天就是比赛日了 另一边 车手们正在一圈圈奔驰的赛道上 收集着各种数据 以便让赛车的智能系统发挥到极致 现在除了各个车队 无数观众和电视台记者也在翘首以盼 富士冈选拔赛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次选拔赛的前三名车队 能获得在北海道举行的 全日本智能方程式锦标赛的参赛权 而只要车队在锦标赛上获取前三名 就将获得参加世界杯锦标赛 所需的资格证明 超级驾照 要知道 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冠 无疑是每个赛车手的终极梦想 之夜的赛道上 这次选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 回车队的心条指挥 正驾驶着他的爱车史培立昂 在赛道上奔驰 美女记者告诉观众 史培立昂搭载了最新六轮驱动技术 而心条指挥 作为欧洲F3赛事的冠军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不知道这次 他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可在各大车队进行准备时 奸身车队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由于台风影响 他们的赛车没有及时运输到港 根据比赛规则 如果赛车在车检前还没有送到 就将失去比赛资格了 想到这里 车队的众人急得团团转 车检组良平各是着急的停不下来 好在这时 明日香终于接到运输队电话 得知赛车已经到达了港口 由车田大叔加速运送过来 然而赛车手日吉听到这一消息 也没缓解紧张 而是满脸愤怒 对明日香发脾气 就算赛车在车检前送来又怎样 时间这么近 自己连新车阿斯达拉剑都没有见过 车内构造完全不熟悉 怎么可能驾驶全新的赛车 在未知的赛道上赢得比赛呢 为什么不早点将车运来日本 明日香也很委屈 你和我说这些也没用啊 在日吉满腹牢骚时 我们的主角 14岁的少年封建损人 正骑着摩托 为开着大卡车运输赛车的 车田大叔引路 其实这辆全新的阿斯达拉的设计者 正是损人的父亲 封建广吃 但损人与父亲不同 他并没有传承父亲对赛车的热爱 反而是投身到了摩托车赛事中 在少年损人看来 依靠计算机传说口令 来完成比赛的方程式赛车 远远没有依靠自己判断 和能力的摩托车有意思 车子都那么智能了 要人驾驶干什么呀 不过在途中 车田大叔还是问他 要不要从摩托车赛道 转到赛车赛道 如果成为方程式赛车手的话 这辆车一定会给他的赛车生涯 增色不少的 损人还是直接拒绝了 在让人运输赛车的时候 新条指挥已经完成了赛前训练 和数据收集 看着眼前的大帅哥 车队的美女经理今日子 对明天的比赛信息满满 新条充足的F3驾驶经验 让他很快就适应了 高智能方程式赛车 并给了十分珍贵的调教数据 肯定能让史培立昂 发挥最好的效能的 今日子刚要继续夸奖新条 新条就立即被 等待在一边的记者们围住 众人纷纷上前询问他 作为欧洲F3的冠军 特地来参加这场赛事的原因 今日子于是上前表示 回车队的目标 是做世界第一车队 新条的目标 是做世界第一赛车手 所以双方是一拍即合 而高智能方程式比赛 作为全世界最受人 瞩目的赛车赛事 注定充满了各种挑战 如果可以夺冠 就能够彰显他们车队的实力 今日子相信 在他们设计研发的 高科技赛车的加持下 新条的高水平驾驶技术 会发挥到极致 他们的结合 一定可以问鼎世界冠军 如此狂妄的话 记者们却没有反感 所以新条先生的目标 就是世界冠军了吧 那么新条先生认为 这场比赛 哪几个队会拿到前三名呢 新条没有直接回答 与富士刚赛场和谐的气氛相比 运送阿斯达拉的损人和车田大叔 却遭到了陌生人的袭击 一辆未知的直升机 在天空发现他们后 就狠狠地撞死了他们 为了躲避直升机的袭击 损人撞到路边的绿化带 导致摩托几乎报废 车田大叔驾驶的大卡车 也失控撞出了路面 捆绑阿斯达拉的绳子断裂 阿斯达拉缓缓的车销滑了出来 这应该是损人和阿斯达拉的 第一次相见了吧 损人诧异过后 赶紧过去查看车田大叔的情况 好在没有受重伤 而就在他想着怎么办的时候 那车直升机家又回来了 还缓缓着腹部伸出了钢爪 意图把阿斯达拉抢走 所以这些人到底什么情况 是其他车队想下黑手吗 车田大叔十分焦急 这是他们艰生车队的希望呀 绝对不允许被人抢走了 可他刚想行动 却由于伤势瘫倒赛地 他只好把钥匙交给损人 让损人一定要把车子 平安待到赛场 损人自然知道这辆车的重要性 他也没办法拒绝 赶紧接过钥匙 跑去启动赛车 而钥匙插入的瞬间 阿斯达拉系统立即启动 并直接记录了损人的红膜 当损人按下引擎开关 座位和方向盘 迅速依照损人的身形调整适配 把损人都吓到了 此时直升机的钢爪就要落下 他迅速挂入倒挡 踩下油门 没想到车自己立即向后窜去 再次把损人吓了一大跳 他刚刚可是没用力的呀 这马力这么大吗 损人随机也不再犹豫了 赶紧系好安全带向前奔去 眨眼就超过了一辆红色小车 时速几乎都在230了 但直升机上的人并没有就此放弃 还是紧跟其后 这些人到底是谁呀 损人想使用车上的无线电 与车队联系 由于不熟悉找不到按钮 差点还在一个90度弯冲出路面 吓得损人大叫着赶紧打方向 没想到 车子在这样的极限下 就十分顺畅 一下就转了过去 后面直升机还在追赶 索人急得随意按了刻按钮 却因此又从车顶 发射出一个卫星一样的东西 这车子到底藏了多少高科技呀 索人既然没有成功 又继续乱按 终于冲动到了阿斯达拉的系统开关 驾驶的人工智能阿斯达拉 因此立即对索人喊话 这里是非赛道 请马上结束 自己还从未见过如此差践的驾驶技术 才把性能发挥出30%而已 索人惊讶中满脸韵怒 也没辜负理会阿斯达拉的嘲讽 马上关了开关 全力向前奔驰 看着阿斯达拉在路上越跑越快 直升机直接发出导弹 拧中了前面的山体 石块掉落下来 堵住了索人前行的路 索人只好立马冲下山坡 在土石路面上跑了起来 即便全油门速度也降到了100多 这时 直升机的钢爪越靠越近 索人赶紧又打开开关 向阿斯达拉请教 如何提升车速 阿斯达拉就是让索人打开1号开关 没想到 当1号开关按下 赛车当即变得稳如老狗 瞬间加速 就是类电磁的悬挂 完美自适应了颠簸路面 索人因此再次震惊了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阿斯达拉告诉他 刚刚索人不小心 还发射了一颗空中雷达 能帮忙挡好到富士冈赛场 这可比现在有些 配无人机系统的车子高端多了 那时候就另外的地方 估计还要看地图问路的吧 在灵活躲避着直升机的导弹时 索人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结果阿斯达拉通过雷达与摄像头 判断出车子可以通过前面的一条窄缝 他因此建议索人按下3号开关 利用效能风扇的风压 使得车身测力 索人没有犹豫 这才发现按下开关后 车身两侧的风扇 喷出强大的气流差 让车子整个侧边站立奔驰起来 索人这才知道 阿斯达拉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车子最后钻入窄缝 沿着树枝的山体积驰 阿斯达拉告诉索人 效能风扇能给车子提供强大的下压力 所以飞檐走壁根本不算什么 另外 这车引擎还有一个加力拉杆 只要拉下 就可以启动推进器 拔回往常1.7倍的马力 但只能持续27秒 这里忽然想到 如果车上的风扇换个吹风方向 那就堪比能垂直起飞的F35了吧 年少的索人哪见过这样的情景 真的感叹父亲设计的阿斯达拉的神奇 不过 他刚刚驾车通过窄缝 发现通过前面的废弃工厂 就能到达富士岗了 直升机上的钢爪就抓住了车子 阿斯达拉赶快发出警告 如果不摆脱直升机的控制 车子将受到不可逆转的损耗 他竟然是损人降速停下 让损人非常吐槽 自己如果能停 还有必要跑到这里吗 怎么一直牛逼后轰的 现在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此时 直升机上的墨镜男以为大功就要告成了 但损人看着前面的废弃工厂 11几秒之后 依然下定决心 直接推上推进器拉杆 推进器因此瞬间启动 27秒的倒计时开始 于是转眼间 车子就强行挣脱钢爪向前冲去 墨镜男心里一惊 想赶紧调整姿态重新追击 却因为离废弃工厂的烟寸太气 导致击毁人亡 而与此同时 车艇大叔在告诉老板阿斯达拉遇及的情况后 也赶紧联系了车队这边 众人因此赶紧跑出赛车场 等着车子的到来 一旁心跳发现他们这么慌张 十分奇怪 今日子因此告诉他们 只是奸生车队的新赛车还没到而已 奸生车队十分弱小 根本不用在意 富士康车场外面 明日香等人等了没多久 终于看到损人驾驶的阿斯达拉出现在马路上 而临到目的地前 阿斯达拉忽然表示 期待以后和损人的合作 损人有些惊讶 自己只是负责护送车辆而已啊 可阿斯达拉却告诉损人 自己已经记录了损人的声闻和红膜 现在除了损人之外 谁都没法再开它了 当然也可以修改系统 只是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损人一下惊呆了 要知道明天就是预选赛了呀 损人十分不安 下车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车队众人 让良平等人一下非常低落 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损人内心也异常不安 明日香安慰他 这并不是他的错 如果没有你的话 大街连阿斯达拉都要失去了呢 而为了让原地的日记可以参赛 车体大叔赶紧让车队的计算器高手申结 修改阿斯达拉的程序 然而阿斯达拉不愧为损人父亲设计的赛车 申结使用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改变既定程序 日记急坏了 直接扯断连接车体的数据线 坐了上去 小强行启动阿斯达拉 结果可想而知 阿斯达拉识别出日记与他储存的信息不符 根本不予启动 这样的结果 令车队的众人都很难过 尤其是良平 车队大家日复一日地做准备 就是为了明天的比赛 可现在既然赛车手都没法上场 大家的梦想 难道就要止步于此了吧 一个无法驾驶赛车的赛车手 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日记因此选择离开 这样损人更加觉得抱歉 好自大家也都很理智 并没有怪罪损人 在日记离开不久后 车队老板坚生赶到了赛场 他和车田 以及损人的父亲早就是老朋友了 三人曾经有一个约定 由坚生担任车手 车田大叔作为维修技师 损人的父亲封建广之 负责研制赛车 三人齐心协力 一定要进军赛车世界的顶点 然而在赛事中 他们从来没有获胜过 封建广之将失败归结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才费尽心血 研发出了阿斯达拉 想要他们的梦想继续 坚生还告诉车田大叔 封建曾经和自己说过 在研发阿斯达拉的过程中 有一个不明势力 一直在追踪他的下落 想要抢走阿斯达拉 所以今天的事故 很可能就是对方下的手 为了找到这股势力 封建也希望坚生带这辆车参加比赛 让全世界的作为监督者 找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所以明天的比赛 坚生车队一定不可以缺席 既然只有损人可以驾驶阿斯达拉 那就只能由他来参赛了 两人商量结束后 把结果告诉了车队其他人 这让大家都很惊讶 损人才是个14岁的少年 还从没驾驶过高智能方程式 赛车比赛的经验 但好像也只能是这样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不能放弃 另外 大家也想看看阿斯达拉的威力 可众人纷纷表示同意识 梁天还是对这个决定 抱有怀疑态度 就算损人会开方程式 但毕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怎么可能赢得了一批专业选手呢 损人也难过地坐在车上 究竟是让车队 没有赛车手错过比赛 还是让自己这个小菜鸟 上场出洋相呢 他无比纠结 结果听了损人的困惑 阿斯达拉告诉他 没有人上场一定会失败 即便是弱基上场 也是有机会赢得比赛的 何况还有自己啊 于是听了阿斯达拉的话 损人总算有些安心 之后看着众人的信任与期待 损人也终于决定参加比赛 其实他自己的内心 也是想试一试的呢 只是大家不要有所期待啊 这一点大家倒是都很自觉 放心 没谁期待呢 尽力而为吧 很快夜幕降临 车队众人却没有休息 车田检查了损人的 蛀牙情况和视力后 赶紧让损人驾驶阿斯达拉 进入跑道猎骑 以便搜集赛场数据 同时大家也要马上检查 各项设备 一夜过去 在大家的努力下 赛场的数据终于成功收集完毕 很快到了第二天 车田和机械师城镇的美琪 将再次整备好的阿斯达拉推了出来 损人随即也换好了赛车服 感觉还挺上向的 明日向因此还言语起来 在比赛开始前 车田分配指令 让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 全力配合损人完成比赛 但梁田却不知所踪 原来他觉得做什么都是无用功 何必这么努力呢 这时 新条作为夺冠的热门人选 再次被记者们包围采访 看着损人都有些惊讶 其实没有人知道 新条也很关注阿斯达拉的情况 作为一个冠军车手 他不会对任何新车新人掉以轻心的 这边损人坐进了阿斯达拉的驾驶位 很快就要上场比赛了 明日向还赶紧送来护身符 让损人不要勉强 安全第一 而随着引擎和系统发动 损人来到了起点 一脚油门直接扭着屁股冲了出去 速度一下飙到了300 一开始还十分紧张 好在有阿斯达拉的指示 他只感觉越跑越轻松 可就在要通过第二弯道时 他却直接冲出了赛道 好在人车都没什么问题 阿斯达拉还告诉损人 是损人没有及时减速 再高性能的车子 面对这种弯道也是必须减速的 远处的梁平刚好看到了这一景象 心也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 不过看着损人重新出发 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做个逃兵 梁平于是也赶紧跑回了车队 在向美琪等人道歉后 重新承担起自己的工作职责 很快第一圈结束了 即将进入正式算的比赛成绩的计时圈 车田冷静下达各项指令 让美琪和良田随时准备好换轮胎 没想到损人不仅没有停下 反而加速冲了过去 那么损人能否一名惊人 和阿斯达拉一起赢得前三名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